学生票优惠时间 学生票优惠时间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 12月1日至3月31日 这两个时间段为全国各大高校寒暑假时间段 学生群体这段时间内集中出行 故铁道部门将这两个时间段定为了学生票优惠时间段 学生票优惠时间次数为每年4次 而且车票的起始站点只能是家庭到学校两个城市的站点 不可以超出规定的乘车区间 一年来回两趟共计4次 学生朋友在学生票优惠时间段内只能购买4次单乘票 超出次数需按照全价票收费 并且当年未使用完的次数不能留作次年使用 学生票预售时间从2019年开始 不再是以前的40天 而是和普通乘客车票一样都是30天